荷蘭警方證實有亞洲毒王之稱 近年穿梭在港澳台的加拿大華裔毒梟謝智諾 上星期五在亞姆斯特丹落網 被涉嫌在十多國酒師、冰毒、海洛英和俗稱K仔的陸安酮 其組織操控亞太地區每年達七百億美元 即超過五千四百一十七億港元的毒品交易 謝智諾被列為全球頭號通緝犯之一 可與綽號矮仔的墨西哥著名大毒梟古斯曼相提並論 荷蘭警方發言人阿林表示 應澳洲警方要求在亞姆斯特丹斯希普霍爾機場 拘捕謝智諾期間並沒有遭到反抗 當局預計謝智諾在出庭認訊後 會被引渡到澳洲